随着导演王教卫指导的电视剧《繁花》的热播 民众对上海的城市地理以及人文历史的关注度不断攀升 剧中出镜率极高的黄河路、和平饭店、外坛27号等地标 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1月11日 记者在位于黄浦区南京东路的和平饭店探访时注意到 饭店门前已挂起繁花剧照 一侧则特赦了一处拍照打卡点 市民游客可以进入内侧和胡歌饰演的男主角阿宝合影留念 饭店内也成立了诸多繁花剧照 除了打卡剧中实景外 不少市民也特地前来遇长鲜剧中同款套餐 不过大多扑了个空 最近繁花电视剧不是在热播吗 然后我也想到和平饭店来打卡一下剧中的同款的场景 然后听说他们这边也推出了一个剧中的同款套餐 但是我刚刚也跟他们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 还是要提前预约的也是蛮可惜的 据了解 位于和平饭店八层的龙凤厅餐厅推出的繁花同款套餐 名为繁市传奇花样和平 排骨年糕 干炒牛盒 泡饭等军式主推菜品 饱总钟爱的菜品 汪小姐的新头号自然是少不了 菜名更是道道紧扣剧情 餐厅工作人员透露 目前套餐的销售情况非常火爆 预约已排至约一周后 我们是有的 但是今天现在都预订满了 晚上也订满了 你打电话跟我们预约就行了 但是目前要大概下礼拜 剧中同款美食一夜出圈 记者注意到该剧的威力还蔓延到了外卖平台 记者尝试在某外卖平台搜索排骨年糕 随即点击附近的一家门店可看到 排骨年糕的月销超3000单 远远高于店内其他产品的销售量 此外坐落于上海松江区车敦镇的上海影视乐园 是电视剧繁花的一大实景拍摄地 乐园旁的上海斯特奇酒店也推出了繁花套餐 该酒店大厨向记者介绍了保总泡饭的不同之处 他强调说上海的泡饭和粥并不一样 粥要用西米采用小火慢炖 而上海的泡饭用的是前一天的剩饭 第二天再放入开水慢慢烧开 那么你知道上海的节奏很快 当时的人他不会去烧 他怎么办 他就用开水 通过加热让它变软 那么就形成了上海泡饭 所以说泡饭在上海人的印象当中 它不一样 它是很有底蕴的 从城市街道到应试基地 从饭店餐厅到美食小店 伴随电视剧繁花相关话题的不断发酵 不仅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 许多上海市民也相约赴热门地标打卡发圈